光碟范本的套用 在制作光碟的地方呢,除了这个以外呢,还可以选单功能设定 这是它提供预设式套用范本,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选哪一个,我可以说我要想 我想这种样式呢,看起来很可爱,对不对,点一下范本11 那我们刚提醒同学,这里有三个页面哦,所以请你要选什么 套用至所有页面,好我们套用完 那就变这样了哦,我们再回到内容的光碟结构 来看看,好,这一个 这一个,好就完成 像它这个选单来讲呢,它这边有摆三个 对不对,那这边另外一个就是剩最后一个 所以我回首页上页下一页,好我们再回到选单功能来 那我们再来改,那范本这边总共有13、15个 有没有,那我们再提醒同学哦,如果你登录 Direct Run的时候,这边还有好几百个可以下载哦 好,要特别提醒同学,那我再换一个好了 比如说我先换范本14的效果,点一下套用至所有页面 那画面就改了,再点一个,范本6,套用至所有页面 那同学可以在这边做预览播放效果来看看书的效果是怎么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